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世界节目 今天的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引力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西班牙 双方表示愿意深化合作 打造具有战略定力的中西关系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上 财长们支持利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自息 援助乌克兰的方案 这一决定可能会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讨论 最后我们来看中国解放军 在台湾周边进行的联合利剑 2024演习台湾民众表现淡定 台军意外显露随时击落解放军军机的能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香港电台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北京市委书记尹力率中共代表团访问西班牙 期间会见了西班牙第一副首相兼财政大臣等高层官员 尹力表示 中国和西班牙是相互值得信赖的重要伙伴 中方愿同西班牙一起落实两国领导人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七大工业国集团G7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 在意大利北部斯特雷萨举行 会议上部长们表达了支持利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资西 向乌克兰提供贷款的立场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七国集团讨论的是基于美国提出的一项计划 即向乌克兰提供总额约500亿美元的贷款 并动用俄罗斯央行被冻结的 大约1900亿欧元的资产资息来偿还贷款 美国财长珍妮特·耶伦 在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 他没有看到任何搅局者 各国领导人将在6月的峰会之前 收到如何筹措贷款的各种选项报告 此次会议还讨论了中国工业产能过剩的问题 一些与会部长对美国加征中国进口商品关税 可能导致贸易战表示关切 但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财长认为 需要结成统一战线 应对中国越来越强的出口能力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 七国集团、欧洲国家的财政部长 在意大利斯特雷萨举行会议的第一天 强调需要团结一致应对中国采取的 不公平产业政策 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财长 呼吁结成统一战线 以应对中国不断增强的出口实力 德国财政部长克里斯迪安·林德纳警告称 在对中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 引发争议的背景下 可能会爆发贸易战 并强调必须客观 谨慎地核实中国 是否存在倾销情况 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指出 中国仍是经济伙伴 但七国集团需要保护其工业利益 免受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影响 意大利经济部长乔尔杰蒂表示 欧盟最终可能会效仿美国的关税政策 强调七国集团需要团结起来 以防止欧洲国家因中国出口增长 而陷入相互竞争 与此同时美国在上周公布了一系列 针对中国进口产品的新关税 尽管没有要求合作伙伴采取类似措施 但美国财长珍妮特·耶伦 敦促盟友表示声援 香港电台报道 印度古吉拉特邦一个游乐场发生大火 造成至少20人死亡 火势现已得到控制 当地警方表示将对拥有这个游乐场的私人业主提出起诉 总理莫迪在社交网站上对此事件表示极度痛心 并向伤者及死者家属致以慰问 这场火灾的原因仍在调查中 但已经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和对相关安全措施的反思 星岛日报报道 美国前中央情报局CIA官员马玉清 Alexander Yakkingma 被指控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 四年前被捕后一直否认控罪 但于近日在檀香山联邦法庭认罪 现年71岁的马玉清 与他91岁的哥哥于2001年 首次向中国情报官员提供CIA的机密情报 并获得5万美元报酬 此后 马玉清持续出卖情报长达10年 直至2020年被捕 法庭将于9月11日联讯 决定是否接受认罪协议 若接受将判处10年监禁 马玉清的间谍历史 可追溯至他在1982年加入CIA 并于1989年离职后移居上海 最终在2020年被FBI拘捕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导 中国解放军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进行的为其两天的联合利剑2024A演习已经结束 台湾民众对此表现淡定 社会秩序如常 台湾军方在演习期间显露出能随时击落解放军战机的能力 解放军的演习旨在针对台湾新总统赖清德的就职演说进行惩戒 但并未引发台湾的恐慌 台湾国防部表示 以严密监控解放军的军机和舰艇活动 并适时应对 尽管中国官方竭力营造紧张气氛 台湾的生活和经济活动未受显著影响 台湾股市甚至维持在历史新高 专家警告 对中国军演掉以轻星非常危险 这可能是对台湾进行真正封锁的彩排 星岛日报报道 联合国最高法院国际法院ICJ24日下令以色列立即停止 在加沙南部拉法 Rafa的军事进攻 但以色列并未遵从 25日上午继续轰炸加沙多地 包括拉法 以色列和美国社运人士在耶路撒冷美国领事馆大楼外示威 呼吁美国停止向以色列提供用于加沙战争的武器 国际法院总部位于荷兰海牙 其命令具有法律约束力 但缺乏直接执行机制 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哈尼比表示 以色列将维持拉法关卡开放 让人道援助物资由埃及进入 并避免恐怖团体控制这个通道 白宫指出 埃及总统塞西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 同意经凯里姆沙洛姆口案 让联合国援助物资进入加沙 星岛日报报道 日本富山县一名警部补公旗 申一朗涉嫌潜入富山县警察总部的仓库 偷取手铐、枪带等物品 在二手拍卖平台转售图利 于25日被捕 公旗申一朗被指在去年4月至今年2月期间 数次潜入警察总部的仓库 先后偷取两副手铐和一个枪带 涉嫌非法侵入和窃盗 今年2月 县外警方接获情报称 可能有警察装备在二手拍卖应用程序上出售 遂展开调查 涉案警部不已承认犯刑 警方正在调查是否还有其他罪行 仓库中保存了准备报废的设备和其他物品 但没有手枪或子弹 公旗申一朗 趁当职期间以管理人员的钥匙入内 将偷取到的物品在二手拍卖平台放售 枪带每个以10万日元 手铐以9万日元卖出 星岛日报报道 巴黎市政厅投票决定 爱菲尔铁塔 艾弗塔尔成人门票价格下月起将提高20% 以协助支付紧急维修工程费用 游客目前搭电梯上塔顶的费用 将由29.4欧罗加价至35.3欧罗 12-24岁青少年门票由14.7欧罗加价至17.7欧罗 4-11岁小童门票则由7.4欧罗加价至8.9欧罗 巴黎市议会还支持爱菲尔铁塔营运管理公司 SCTE调整资本结构 并降低向SCTE收取的年费 新冠疫情期间游客数量减少 爱菲尔铁塔出现约1.2欧罗的资金缺口 加上维修成本急剧上升 SCTE深陷赤字 爱菲尔铁塔工作人员在今年2月曾罢工 抗议营运方的财务管理方式欠佳 铁塔被迫关闭约一周后重开 随后宣布了涨价计划 美国之音中文网 在习近平与普京的频繁会晤中 两人展现出亲密的关系 这不仅仅是个人友谊 更是中俄关系的重要象征 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的 许成刚教授指出 中共与苏共的联系深远 尽管苏共早已解体 但其极权主义的影响仍在中共身上延续 许教授分析了中共比苏共长寿的原因 认为是北京聪明地结合了经济放松 与政治高压的策略 使其避免了苏联的崩溃命运 他指出 中共在实行经济改革时 允许地方政府和民营经济发展 这种弹性管理模式 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中共的命 香港电台 巴黎市政厅决定 从下个月起 爱菲尔铁塔的成人门票 将上涨20% 以筹集紧急维修工程的费用 游客乘电梯到铁塔顶端的费用 将从29.4欧元增加到35.3欧元 疫情期间 游客数量大幅减少 加上维修成本上升 使得经营陷入赤字 爱菲尔铁塔自建造以来 已经重新游漆了19次 按照设计应该每7年 游漆一次以防止锈石 但自2010年以来 一直没有进行完整的游漆工程 2020年疫情导致参观人数 锐减至150万人 去年才恢复到近600万人次 经营困难加剧了维修的紧迫性 星岛日报 泰国一名男子 向X平台账号Redscokes爆料 称自己和父亲三个月前 参加了一场诡异的宗教仪式 支付了399泰铢 约85港元 被要求脱下裤子 在生殖器上戴上特制的小面具 并让教主短暂亲吻 男子元以为此仪式能重振雄风 但之后在网上看到许多负面新闻 并未见效果 愤而爆料 该仪式引发了泰国网民的批评 尤其是恐惧和传统表演团体的成员 谴责教主不尊重传统文化 然而由于尚未有报道指出这个仪式 违反法律 当局并未展开调查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 HRW在5月21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 揭露了中国政府对藏族农牧民的强制性 迁移政策 报告指出自2016年以来 中国当局以整村迁移的方式 迫使超过14万藏人离开他们的家园 迁往数百公里以外的新居住地 人权观察中国部代理主任 王松莲接受采访时表示 中国官员通过软硬监施和误导手段 利用改善就业 提高收入等理由 迫使藏人搬迁 高层官员 甚至夜访藏民家中 进行长时间的思想工作 确保反对迁徙的声音消失 西藏流亡政府和藏人行政中 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达瓦才人认为 这一政策旨在打破藏民的传统社会结构 使他们失去凝聚力 从而便于中国政府的全面控制 香港电台报道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刘建超率领的中共代表团 访问新西兰 与当地党政官员展开会晤 访问期间 刘建超与新西兰议长布朗利 副总理兼外长彼得斯 交通能源地方事务部长布朗 贸易部长麦克莱 外交事务发言人帕克 克莱斯特撤骑士市长梅杰等深入交流 双方表示将以中心建立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 加强党际交往 促进各领域合作 扩大人文交流 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星岛日报报道 智利中部热门旅游圣地比尼亚德尔玛 今年2月发生的连环山火 导致137人丧命 成为21世纪全球死亡人数第二多的火灾 一名22岁的消防员因涉嫌纵火被捕 智利调查警署署长赛纳 在记者会上宣布了这一消息 指出火警始于潘纽拉斯湖附近的多个起火点 一犯家中还发现了用来点火的材料 与此同时 另一名国家林业公司高层也因涉嫌参与纵火被捕 比尼亚德尔玛市长里巴蒙蒂和内政部长托哈军表示 这一逮捕行动对于火灾受害者及其家属而言 是正义和弥补的象征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